已經是20幾年共興高校卡丘隊 為了馬上要舉辦的比賽 那一段時間 丘丸每天都好好來練習 雖然天氣很暖 但是丘丸都很快樂 大家都希望辛苦練習 可以換來好成功 夏天的夏天 就算只是單純站在外面 馬上就會整身苦瓜 應該不要說是卡丘隊完 要在丘丟上練習 因為除了第一次 耐熱訓練也是必要一百分 因為事實上真正碰到大太陽 或者是下雨天 只要是不打雷 基本上比賽還是要照樣進行 所以他們要必須能夠適應各種的天候 雖然現在天氣還蠻熱的 可是他們能夠在這種大太陽底下 還要照樣能夠跑 然後身體狀況是OK的 所以看起來我們覺得很辛苦 因為流很多汗 可是事實上對他們來講 這是必須的 雖然暑假了 但是他們每天早上跟下午 他們要花大概四五個小時時間來做練習 那希望他們能夠在新的學年度 會有更好的成績表現 高興高校卡丘隊生日很多年 無論是男朋友 都希望可以加力卡丘隊 加上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一定的比賽 求完都在電視 希望可以擦出好成績 因為足球是 足球是我們的興趣專長 然後足球很好玩 你剛才說你加入球隊三年多 那你覺得這三年多 自己最大的進步或是收穫是什麼 是大概是過人動作 然後挑球等等 都有很大的進步 踢足球我覺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還有比賽 所以還是要大熱前來練球 那像你也是加入球隊三年多了嗎 覺得自己最大的進步或是收穫是什麼 教練會一直讓我們更新自己腦袋的那個球技 然後呢會讓我們的球技越來越好 目前公興高校只有一個卡丘隊 新的學期開始後 因為又增加新的卡丘教練 希望可以再生理一個新的卡丘隊 讓更多有能力的學生作為教練 記者 本件卡的林金如三重拆放報導 好